本视频内容均为剧场版剧情梗 建议看完剧场版后观看 彻天 福洁一家三口回到家里 阿尼亚兴奋地告诉蓬蓬头 他们去看了刚上映的间谍电影 蓬蓬头不爽地毁了一句 这就是让我和狗一起看家的原因吗 阿尼亚子拿着电影场刊 翻到了人物介绍页 阿尼亚也想成为这个 蓬蓬头给我坐 阿尼亚边说边指向场刊上的角色 那是反派的人形兵器F 蓬蓬头也觉得这个角色看上去很有趣 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阿尼亚 并立刻开始行动 就这样 蓬蓬头以之前被约尔破坏的超人外骨骼为基础 进行改良 装载了很多功能后 人形兵器阿尼亚福洁F终于诞生 好帅气 阿尼亚兴奋地欣赏着自己的新皮肤 邦德也十分捧场地汪了一声 成功升级后 福洁一家为了在烘焙课拿到星星 决定去品尝校长喜欢的甜品美乐美乐 并学习制作 路上 老埃德告诉阿尼亚 为了拿到星 学习也不能落下 让他在火车上做题 阿尼亚则利用自动计算能力 以最快的速度全部答对 学习结束后 阿尼亚又在机缘巧合下 吞掉了一块巧克力 里面藏有一个微型胶卷 是某个主战牌军方大作 挑起东西战争的重要物品 大作的两个部下 想抓住阿尼亚拿回胶卷 结果被阿尼亚用花生飞弹打败 打败大作部下后 阿尼亚对父母说自己坐车坐腻了 提一跳车 就这样 阿尼亚切换飞行模式 带着父母和邦德指奔目标饭店 并顺利点到了最后一份美乐美乐 善儿 就在一家人准备响应甜品的时候 邪恶的军方大作出现在了饭店 他此时还不知道阿尼亚吞下了微型胶卷 只是作为一个甜品爱好者 想抢走福吉加刚点的最后一份美乐美乐 为了抢走甜品 他做发出挑战 谁能尽可能多的 尝出几块蛋糕使用的砂糖种类 谁就可以获得美乐美乐 还嚣张的让福吉一家现场 善儿 令邪恶大作没想到的是 接下挑战的阿尼亚启动分析功能 不仅达出了砂糖种类 还精确到了使用客数 就这样 阿尼亚战胜大作 成功赢得了本就应该属于他的美乐美乐 品尝完美乐美乐后 福吉加开始为制作收集食材 阿尼亚启动食材收集漏斗功能 派出了好几个花生机器人 不仅很快买到了一些常规食材 还顺便带回了漫画 垃圾等和烘焙完全没关系的东西 见此清静 老埃德直呼虽然收集了也没意义 但真的好厉害 常规食材收集结束 接下来要找的是橙子糖浆 老埃德在一家打靶店发现了目标物品 于是阿尼亚大显神威 在花生子弹的扫射下 用小机关作弊的奸商老板差点破产 就在此时 打责的两个部下又追了上来 向阿尼亚讨要微型胶卷 结果再次败在了花生子弹的扫射下 打败两个笨蛋部下后 阿尼亚又盯上了他们的大本营飞艇 于是对父母提出自己很闲想去玩玩 出于对阿尼亚实力的信任 老埃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就这样 阿尼亚启动飞行模式 静止冲向飞艇 来到了邪恶大佐面前 听说阿尼亚吞了微型胶卷 塔佐十分惊慌 命令部下等阿尼亚大变 然后刷人灭口 阿尼亚却得意的表示 自己是机器人 根本不拉屎 狐忌可视的大佐 只好启动最终兵器F 是要将阿尼亚肚子切开 但F终归还是抵不过 紧接版的阿尼亚F 在花生炮弹的攻击下 F倒地不起 飞艇也因为激烈的战斗 而故障失控 幸亏阿尼亚以一己之力 阻止了飞艇的坠毁 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托阿尼亚的福 何庭被守护住来 阿尼亚望着被自己守护的城市 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随后与父母一起回到了家 并在烘焙课上 顺利制作出美乐美乐 获得了星星 在此之后 学业运动两开花的阿尼亚 在星光的照耀下 成功进击皇帝学生 可惜上述故事情节 只发生在阿尼亚的梦里 事实上 蓬蓬头的纸箱版 最重兵器刚做到一半 阿尼亚便睡着了 悦尔微笑着表示 阿尼亚可能是出门太累了 老埃德则看着说梦话的阿尼亚 吐槽还是在现实中拿相性吧 阿尼亚可能是出门太帧的 阿尼亚可能是出门太阳